昨天新北市领口的三井Outlet 经传专柜男员工确诊 而他被匡列的前一天还有上班 业者也紧急跟市府协调 让快筛站进驻 今天上午启动了企业快筛 预计会筛减700人 如果都是阴性的话 最快可以在周三的中午复工 清洗资料进行筛减 他是领口三井Outlet的员工 因为19号上午领口三井接获通报 有一名男员工确诊 紧急停业两天 第一时间三井是要员工自行快筛 不过后来他们也迅速 启动了企业筛减 跟亚东医院合作 把筛减站搬进停车场 帮员工做筛减 领口三井正值约有1400人 19号有600多人 在社区或是医院筛减完成 20号企业快筛总计700多人 检测结果目前都是阴性 刚才才来筛 他有说那个公司企业 他费用会从什么扩款去扣什么 就是公司会出 有说确切在哪一个位置 不是哪一个柜吗 没有 那么多区 然后也不知道说 会不会刚好再进去 有一点 但是后来觉得好像还好 我们是来这边施工的 进去都要塞 那怎么会不会自己 有点大型 工作还是要做 不过证明确诊男员工 虽然15 16号休假 但17号星期六有上班 正是微解封的第一个周末 时间从中午12点到晚上8点 在18号被匡列 19号确诊 他是一个无症状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自己本身也不了解 那因为他可能曾经在家庭的一个聚会里头 跟这个朋友接触 如果员工筛检都是阴性 21号就有机会复工 不过最后决议时间 还是要等21号上午最后确认 商场人潮多 三级警戒 微解封之下 控管更要小心翼翼 记者复山李和荣SNG小组 新北采访报道